台南永康区发生巨众斗殴冲突 有一名理性男子跟朋友 跟一名王姓男子等人 争风吃醋双方结下梁子 对方跑来理论 当街爆发了五打二的冲突 导致男子双手和背部都有刀伤 接获通报 有男子遭到多名扼杀 持刀线武器砍伤 紧销火速抵达 伤者血流如柱 奄奄一袭 而店家外头还有许多黑衣人 在场关心 就怕伤者有生命危险 救护初步治疗包扎后 也将人抬上担架 送上救护车紧急送医 只是男子为何倒卧店家内 原来稍早前 他遭到砍伤后跑来求救 他突然间跑进来 就是很喘啊 满身都是血啊 到处都是刀伤 我是有吓到 事发在25号深夜11点多 台南永康区复国一路 当时理性男子遭到多名扼杀 持刀蟹棍棒攻击偷袭 导致他双手跟背部都受刀伤 紧急被送医治疗 只不过冲突原因为何 出不了解 理性男子跟朋友 日前与王姓二煞等人 疑似针风吃醋 双方结下梁子后 对方这才跑来理论 还当街爆发五打二冲突 全难依杀未遂 巨重斗殴及伤害等罪前扔办 事由警方逮获四名嫌犯 但落网犯嫌否认犯刑 甚至拒绝土路再逃同伙身份 经检邦复训后将四人申请积押 台南地院也裁定积押境界 只是感情纠纷 引发斗殴冲突 如今问题没解决 全都吃上 杀人未遂官司 记得谈谈众吧